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你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呢 去不到洗手间 太围食 还是燃烧不到多余的脂肪呢 想要轻松瘦身 我有三个step 帮到你 排清粟便 清酒毒素 令你由内美到爱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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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食物 有了你 我就不会再做围食猫 想吃丰富一点 不怕 锁住脂肪排出体外 小小包方便攀带 出门后之前记得拿 来吧 其实我初初入行的时候身形是偏圆润的 那时候很多时候公司都会安排 或者自己做事的时候 都需要一些比较紧身 或者比较小布的衣服 其实每一次呢 穿这些衣服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觉得自己的身形 不是最完美的 甚至乎是有一点肥 然后就会觉得很沮丧 二十几岁了都不断骗自己 说是baby fat 其实是因为搞不到肥 其实人人都知道 想要瘦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吃少点东西 和做多些运动 但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那我们做这一行呢 做artist 很多时候都要 长时间做东西 又或者日夜颠倒 那我根本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运动 或者是吃点不定时的 这些都会造成肥胖 那以前呢 我都选择过一些 比较极端的瘦身方法 其实呢 对身体不是太好的 所以呢 我到现在我坚持 如果想要瘦身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健康的瘦身方法 其实呢 除了做运动之外呢 我们吃的东西 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形 和我们的健康 那最近呢 我自己呢 就试了这个 CMless Perfect Body的 瘦身保健饮品 那这三款的瘦身饮品呢 就可以帮我健康地 去保持住自己的身形了 那这一个 Step 1的Cletox 就是一个 排毒尾肌的饮品 那很多女士呢 都会有这个 便秘的问题的 那如果一日有这类型的问题呢 就会造成这个情绪问题 会有小腹 和会有这个暗瘡的粒粒的 那喝了这个呢 就可以帮你排走身体多余的毒素 令到自己身体健康一点 这个Step 1 首先呢 就适合有便秘问题 又或者是想要 皮肤变得更加美 又或者是想要 改善一个 长度健康的朋友 都适合喝的 那喝的方法很简单的 其实呢 只需要每日 早上早上 又或者是晚上 睡前喝 以400-500ml的水 冲来喝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有 比较严重的便秘问题 或者是这个 暗瘡的问题 那就可以早晚都适合喝的 那这个XES的Step 2呢 是可以怎样帮到你呢 那它就可以帮你控制自己的食量 就好像我这样 其实呢 我自己都饿吃的 尤其是晚上 我特别喜欢吃宵夜 有时呢 都知道吃宵夜不是太健康 但是又控制不到 那我就会扣这个Step 2呢 来帮自己的 同时呢 这个Step 2 亦都可以帮你 阻止脂肪的产生的 那这个Step 2是怎么喝呢 其实就跟Step 1一样的 就是以这个 400-500ml的室温水 冲来喝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喝最好呢 其实呢 就是餐前的30分钟喝 那究竟是不是每一餐都要喝呢 那其实就视乎你自己个人的需要 如果你觉得那一餐 不想吃那么多东西的话呢 那就可以是那一餐的 餐前30分钟喝 又或者你宵夜好像我这样 根本不想吃宵夜的 那就可以去到11点多的时候就可以喝了 那Step 3的功效呢 就是帮你燃烧脂肪 帮你锁住脂肪和淀粉质 令到身体不会吸收 接着排出体外的 那Step 3是怎么喝呢 其实呢 就是跟Step 1和2一样 以这个400-500ml的室温水冲来喝就可以了 那在什么时候喝就最好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餐后喝就最适合的 那如果你有一餐是特别多油脂 特别多油份 特别多淀粉质 那就可以适合喝的了 Step 3的功效呢 其实就是锁住这个油份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示范给大家看 究竟呢这个Step 3的形状 是怎样包住油份锁住油份的 那这里呢其实呢 我们就有这个食用油啦 平时我们吃的食用油 那平时呢我们吃了食用肚子 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 看不看得到啊 它会浮在面上 接着呢就黏住你的腸 接着呢就变成Body Fat 那你看到啦 其实很厚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示范一下 我们吃东西之后 加上Step 3 吃了Step 3 如何锁住呢 锁住那些油份 平时呢我们吃东西都会 差不多有三至四 茶匙左右的这个油份 这里 倒了些油之后呢 Step 3 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们剪了一个Step 3 然后呢就倒进去 就像我们吃上肚子那样 这个油份 好那这里呢我要怎样证实它是真的 包住和锁住了油份 令到你之后呢 排出体外呢 我们这里就有一杯水的 那这个呢就好像我们的 腸道 那平时腸里面有 水啦啦 食物啦等等的东西 好那现在呢我就把它 倒进去 先看清楚 这个是平时我们没有吃Step 3 油呢 是浮在面的 你看看 多厚 多肥你 吃了Step 3之后 是怎样的呢 看到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搅拌一搅 因为呢 腸是会动的嘛 那我们搅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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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它 那它包住了之后呢呢 它就不会黏住我们的腸道 那就是排便的时候 就会排走它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将这杯水 倒去另一个杯 看一下呢 会不会有油份呢 黏住我们这个杯 即是这个腸道 你看到呢 其实呢 是不会像旁边那样 是有一层油在面头的 那这些呢 一粒粒小粒的呢 就是那些包住了的油份 那因为刚才我们只是倒走 不是洗了那杯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是有分别的 那这些呢 就不会担心它会继续黏住腸道 以后呢 你去洗手间的之后呢 就会跟着一起排走的 那如果有这个step 1 2和3的话 究竟应该怎么喝好呢 我自己呢 就会在夜晚 临睡前 又或者早上就喝这个step 1的 帮助自己排毒 好吗 之后呢 这个step 2呢 我就会在餐前的30分钟 我通常呢 就会在这个午餐 又或者是宵夜的时候呢 就吃的 因为不想自己在午餐 又或者是宵夜吃太多东西的 跟着step 3呢 我就会在夜晚那一餐 就会在夜晚那一餐 比较丰富那一餐 就在之后吃的 那大家一定会问 如果我想要快点瘦 嗯 可不可以吃多一点呢 那其实是可以的 那最重要呢 就是视乎自己个人的需要 因为这些呢 都是健康的保健瘦身饮品 那呢 都适合这样的 那呢 大家如果有更多 关于这个CM Less Perfect Body 瘦身饮品系列的问题 想要问我的话 那可以在这里留言 可以电邮给我 可以在我公司的page问我 亦都可以上我公司的网站那里 看一看的 在面对人家产生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去的 我也想要认识